那个Jackson上面写的图就这个 我写 就是这四小姐很好听 这个前奏 我 对 让 被 上 这首歌很棒 当然是蓝调的代表 那前奏的话 同学就这样子 前奏这样 那注意 五线谱上面 简谱上面是写 请问 这个就是C minor调 也就是谱上面写 minor blue scale 小调的蓝调音阶 同学一定很奇怪 明明是C调 你为什么弹个 现在弹个降一调 也就是都在这边 你看再看一遍 so la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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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la la so re re do 降一调 同学一定搞不懂 对不对 但是这就是minor blue scale 你们一边练一边一边的话 就是思考它 那就是minor blue scale 那你就练它吧 然后就上面写谱 我们今天也教这些 就教到这边 然后呢 像这个谱 我现在再顺便介绍一下 像这个谱 简谱 他写得很棒 Jackson写得很好 简谱很容易啊 就是它上面标明 同学看看那上面有写 它说上面是降一调 或者喜马拉 blue scale 可是呢 今天如果要写五线谱 糟糕了 写不出来了 你不能说写五线谱的时候 你就这样写 他也 我就 所以说 我跟那个璐璐讲说 你要 同样你写C调的时候 你变成是 你还是用C调写 也就是说 so la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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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do la la 那你 你写五线谱的时候呢 简谱 五线谱的时候 你还是要照 C啊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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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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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然后再 Fi 就是把它改成C调 才有办法写得出来 这样子 同学这样懂吗 要思考一下 回家思考 请问一下老师 诶 诶